台竟在运通 人音有本无所剧 数音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 我是任俊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 加卷股价指数目前盘中上涨了130点 大涨了一个格局 那重点还是在于成交量的部分 从今天的量能来看的话 目前交易量还是一样 只维持在预估量只有1700亿元的 一个滴水位的部分 那所以呢 这个行情基本上 它还是一个整理的格局 目前为止这个整理的格局 它并没有改变 那你现在看到说 指数的部分回到了月线之上 但是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扣底值的位置还要准备 还有一段时间要扣底高值 所以这个突破上来之后 它会先来做一下回测 回测完 等到扣底值来到这个位置点上面 才会真的展开下一波的主攻 主身段的行情 所以呢 在操作上面 来到这个位置点上 有一些个股开始要做一些调整的动作了 那未来有一些族群 它准备要上攻的一些标的呢 你也要把握 拉回来去做布局的一个机会 那每一次呢 在行情来到极度悲观的时候 我都跟你讲说 人性的贪婪跟恐惧真的很难改变 真的很难改变 就很像说这个人一样 他每一次遇到那种恐慌的时刻 心情上面都是很恐惧很恐慌的 然后觉得说指数跌下来了好可怕 那你有没有想过 通常会让人家套在高点上面的 都是在指数大涨的时候 而不是在指数下跌的时候 那你如何去克服这个人性 那种恐慌的心理 害怕的时候要买股票啊 真的要买 但是你的心情上面 你的那种恐惧的心理 会告诉你说我不要我不要 我再等一下我再看看 结果看着看着就错过了嘛 那甚至很多人 在那种极度恐慌的位置点上面 真的受不了了 真的撑不住了 融资断头了 非得要砍在那个最低档的位置 但是假设你今天真的了解 这个技术分析告诉你的 包括就是说 大盘当他来到了一个极度恐慌的位置 我说BIOS来到-3 他就是极度恐慌嘛 再怎么差的行情 都必须来一个反弹 来去做收链架差的动作啊 所以你在这边去砍股票 就操作的角度而言 它是一个不合理的动作啊 甚至说有一些个股 其实回档下来 就是一个最好的买点 跟最好的时机啊 尤其是当那档股票 它来到跌停板的价位 什么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那强势股拉回不就是要站在买方嘛 所以呢 比如像说我当时一直跟大家谈说 有一些个股其实它基本面上面 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个基本面出现的变化 在于说疫情影响的关系嘛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谈过 像圆缸圆展的部分啊 2417的圆缸有没有 我说你从它的基本面角度来看 为什么它可以涨那么多 因为去年才赚0.02元 光今年上半年就赚了0.84元啊 所以呢 它成长了几倍 EPS成长了40倍耶 它成长了40倍啊 所以它的成长性很高 就会带到买盘开始下去做触涌 就会有很多人想要买这一档股票 当然股价就上去了嘛 包括就是3669的 这个圆展的部分也是一样啊 去年赚了0.79元 可是它今年第二季就已经 比去年还要多了嘛 那你看它的营收的部分 是不是大幅度的成长 年增率都是翻倍的啊 它们都是以倍数来去做成长的 当然股价就会上来啊 股价当然就会涨 可是等到你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它可能股价都已经来到一个 反映过的一个位置点上面了 那这些股票不是不好 而是说当它反映完毕之后 它剩下来的买点在哪边 你就要变成说 你要用强势股买拉回的方式 所以呢 我说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大幅度的成长 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远距办公啊 这个远距办公的需求量大幅增加 他们手上那些卖的这些连卡网卡的部分 当然就热销就热卖了 那我说除了原钢原展 还有一家公司 其实今年也是大成长的 而且你从它的整个本益比来看 甚至说你从它整个获利能力来看 当它股价来到跌停板价位的时候 真的是超级便宜的 但是便宜的时候你不买 那你等到贵的时候 你才要来去做追价的动作 当你等到你相信它的时候 你看说这个跌停板的位置点上面 我相信你的心情上面绝对是恐惧的 但是你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你不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你等到昨天来到亮灯涨停 甚至今天还在创下一个波段新高的时候 你再去做追价 那拍谁就慢人家一步了 导播 short time 它今天虽然打到跌停板 可是重点是 它今年的获利 我说从第一季的开始 开始计算 第一季小幅成长 第二季开始大幅的成长 第三季又比第二季成长了将近快80% 大增的将近快80% 所以你看到说 它今年的EPS从0.11元涨到了0.36元 那重点是光它7月份 单月的EPS就已经达到了0.64元 这是它公布的 它公布出来的 然后你再看8月份的营收 是不是比7月份还要多 那也就是说 我8月份赚的钱 其实再怎么样也跟7月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那我们简单的来去计算一下 两个月 如果EPS都是一样0.6块钱 两个月加起来是多少钱 那以它现在的股价来讲 如果我单季的获利 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水准 你认为它是不是一档转机的题材 如果它是一档转机的题材 那拉回的过程当中 你去评估一下 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以它现在的价位来讲 它到底是贵还是便宜 所以我们的操作一定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有所本无所据 无所本心才会慌 这个叫做人性 所以人性的贪婪跟恐惧真的要克服真的很难 所以你在股票的操作 我觉得说一定要先找好一个方法 不管你是用技术面 不管你是用基本面 甚至你用筹码面 我觉得都OK 可是最怕的就是说 你完全没有那种方式 你完全不晓得就是说 我现在买这档股票是为什么 可能只是看消息 看着报章媒体 看着这种新闻直接告诉你说 这档股票会买 所以你就跟着下去买了 如果报纸上面都写了 代表说全台湾2300万人 你只是其中那一个 你看到的东西大家都看到 为什么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它的价值就没了 已经都被人家知道了 所以我说像这种标的 他来到谍听板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改变 基本面没有变 可是谍听板的时候 绝对不会有人跟你讲的 你放心 你在报章媒体上面 绝对不会有人推荐你这档股票 绝对不会有人告诉你 可是就我的角度而言 我就说我分析过了 从它的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而且从它整个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它已经来到一个乖离过大的位置 葛兰兵八大法则 它告诉我一件事情 我虽然说均线是下弯的 可是它会有来到超跌的时候 当我的股价来到超跌 BICE来到低点 就很像现在大盘一样 它再怎么样 它都必须来怎样 做一个反弹收敛价差的动作 那我说它居然转机这么强 股价拉回了 跌下来连续重挫的情况下 它来到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我在这个地方买 我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无穷 所以你看到说 你把时间拉长来看 你下面这个BICE指标 导播帮我瞧下面 好 你看9月25号 BICE指标是不是来到低点 当我的BICE指标来到低点 我确实还有在破新低 它还有在创新低 可是当我创新低的时候 我向下的空间是不是非常有限 所以BICE来到低点的时候 我向下空间有限的位置 未来向上获利才会无穷大 所以我的风险控制在哪里 控制在这个低档的位置 控制在这个BICE新低的位置点上面 那我要取得利润在哪边 我要取得的利润 就是它反弹上来 在收敛价差的那一段的空间 就这一段的空间 那所以你看 就一条均线就好了 你也不用想太多 当我的股价来到超跌段 我的均线下弯的过程 我现在要找的就是超跌的买点 超跌完反弹上来 你现在要注意的是 当你反弹上来 到这个位置点上面 就不是你去追加的地方了 就不是去留个地方了 因为现在线是下弯的嘛 均线是下弯的过程 我反弹到这个地方 当然接下来 除非它越过的均线 带动整体的均线 开始翻扬向上 那我重新再买回来就可以了 我重新再做布局可以了 可是你现在短线上有获利 你当然要去做一段获利了结 甚至调节的一个动作 那前提在于说 你在跌停板的位置点上面 甚至你在大跌的过程 你的心情有没有被影响 人因有本无所据 树英有跟不动摇 看到跌停板 每一个人都跑得跟鬼一样 那重点是跌停板 它就是一个买点 它不是卖点 当你了解了 葛兰碧八大法则告诉你的 就一条均线就好了 就这条线 你把它搞清楚 它到底 你在这个位接点上面 春根夏云秋收东场 你要用什么样的武器 当这个武器 一个一个展现出来 它的功力的时候 你在股票市场上面 你自然会无往不利 甚至你遇到空头 甚至你遇到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都懂得怎么样去做动作 所以有所本无所据 无所本心才会慌 如果你真的很慌的 你真的心情上面 每一次都被 这个股市的涨跌影响的 那我建你找一个专家 来给你代理 这个专家必须要看得懂产业 必须要了解技术分析 还要知道说 现在市场上面 资金流向的概念 当这个三位一体 你全部都了解了 你在股票市场的操作 有所本 有所本 你自然不会被行情的 那种震荡给影响到 实际上的关系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不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 甚至会盲目的跟担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线形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降法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映在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巨宝盆 小资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哦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2点半到1点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昨天在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讲过就是说 川普他不是住院吗 那他住院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多的防疫的族群 都出现了一个反弹 那他在反弹 昨天很多的包括口罩概念股的部分 都来到亮灯涨停 那我提醒过大家一件事情 我说这些口罩股 确实他会有短线上的激励 可是就长线的角度而言 你只要抢反弹就好了 你千万不要做长暴的一个动作 因为你现在所注意到的 是短期的防疫族群 受到川普戴口罩的关系 然后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大涨的走势 但是这个筹码面上面 他其实已经转去混乱了 甚至说未来有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他将要发生 那这件大事一旦发生之后 很多的防疫族群 我告诉你 他会受他会是一场灾难 那10月中旬 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辉瑞的疫苗 他有机会在10月中来上市 我觉得疫苗 他才是克服整个 就是改变未来世界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现在大家看到的 包括旅游业很惨 包括很多的就是观光 餐饮业真的非常的凄惨 台湾可能没有 因为我们台湾防疫做得太好了 但是你知道吗 在美国 在英国 他们很多的餐厅酒吧 都必须要休息 他们不能群聚 又不爱戴口罩 所以导致说他们整个 疫情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连川普都中奖 你就知道说 一个美国的总统 他被多少的关卡 层层保护当中 他都会得新冠肺炎 更不用讲说 一般的平民百姓了 那同样的 现在唯一能够让整个疫情消失 让整个疫情得到控制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疫苗 那等到整个疫苗 他真的问世了 十月中旬 他真的上市了 消费力道就起来了嘛 整个市场的经济又开始活络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很弱的 甚至觉得他被这波疫情影响 很严重的一些公司 未来都会成为一场标股 这个叫做转机的题材 现在你大家都看不起他 但是我觉得 来到这个位阶点上面 在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的获利 才是无穷大的 它才是最大的 所以股票市场 我们在做股票真的 你还先想三步 很多人看到利空就害怕 觉得说疫情的关系 所以股市真的 你应该要做空 但是我看得比别人远 我看得比别人多 我已经看到了 未来十月中旬 疫苗可能上市的话 不要说十月中旬 让它十月底上市好不好 让它十一月初上市好不好 那疫苗一旦上市 这个时间点没有太远 那你疫苗一旦上市 全球的经济 就会出现一个改变 所以我们有一个先知 在台湾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 他已经先跟大家告诉 他已经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了 明年的经济 会比今年还要来得更好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张董市长所说的 这是台积电的创办人 他所讲的 那我问你 张董市长他对于全球的景气 甚至科技业的景气 他了不了解 有人比他更懂吗 有人比他更看得清楚 未来的机会吗 所以我说 你觉得我讲的话 你不信那就算了 可是张董市长讲的话 你能够不信吗 如果明年的经济 会比今年来得更好 那你现在空股票 那你等到明年的时候 不就被嘎爆了吗 所以我说操作上面 我们还是要找寻机会 悲观的人永远看不到未来 他永远都觉得说 股市他就是会跌 那你从87 8523点一路的到现在 已经来到1万2了 1万点的时候也有人觉得 台北股票市场来到高点 1万1的时候也有人觉得台股来到高点 甚至来到1万2的时候 还是有人觉得台股来到高点 但是就指数的角度而言 现在指数在哪里 在12674 1万2千点之上了不是吗 那未来会不会更高 会不会往1万3 1万4 1万5下去走呢 不要预设立场 真的 不要预设立场 我们找到转机 找到机会来去做布局的动作就好了 但是你要找到那种转机 不是用猜的 而是真的要下去做分析的动作 所以我昨天一直在跟大家谈一档股票 我说这家公司 其实真的有点被低估了 那家被低估的公司 你也猜得到 就是我最爱的台积电 它现在已经回到月线之上 它比大盘还要来得更强 我昨天跟大家讲了很多台积电的故事 我花了很多时间 跟大家谈台积电的故事 甚至明年的台积电 它还会持续的往上去做成长 甚至后年的台积电 它还有很大成长的空间 为什么 因为它的自成领先 因为它让所有跟它合作的伙伴们 通通都赚大钱 有了台积电的技术 它可以抢得市占率 有了台积电的技术 澳元 所以这些公司 它可以开发出更强更好的产品 你看Apple就好了 Apple现在有了未来会开发 未来会开发5奈米的产品 那当然市面上所有的手机 现在中国的手机 华为拿不到5奈米的产品了 那苹果的部分不就成为世界第一了吗 那你今天想要买最好的手机 你也只能买苹果 那未来还有一个 这个Intel的部分 大家都忘记了 Intel准备要做委外代工 它准备把整个高阶制程的产品 全部都交给台积电来代工 那这件事情可能大家都忘了 可是台积电默默在做耕耘 所以它最近买地买很凶 它是之前买了南科的土地 甚至买了宝山的土地 为什么 因为如果Intel的订单进来了 台积电真的 它没有产能 它吃不完 它吃不完 所以你看 这是AMD 它因为台积电的奥远的关系 它的整个市占率大涨了一倍 从8%涨到16% 所以你就知道说 有了台积电的供应 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能够切入到台积电的 这个合作的伙伴 这件事情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那自从AMD崛起之后 Intel看到了 它知道了 以它现在他们家 如果继续在做晶圆代工的 这一块部分 他们永远追不上AMD 永远追不上台积电 所以它必须把订单移出来 从它目前的规划来看 明年你就会看到了 它会先采用7奈米的部分 后年就会开始进入到5奈米 甚至到3奈米的部分 都会交给台积电来代工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 就是说台积电现在投资这么多 那未来回不回收的回来 我告诉你绝对可以回收的回来 而且还会更多 还会越来越多 因为光Intel的单 AMD目前的市占率才20%不到 有80%的市占率 都还是由Intel所掌控的 但是Intel的订单一旦来到台积电 你想想看 全世界包括伺服器的部分 包括个人电脑 包括Notebook的部分 这些CPU全部都给台积电来做代工 台积电未来的营收会怎么样的成长 会如何的大爆发 所以我觉得你在害怕什么 如果台积电现在都如此的便宜 现在台积电都这么便宜的情况下 它还有大成长的空间 台北股票市场 你觉得会走空头吗 我相信很难 我相信绝对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想同样的台积电 它居然会有这么大的成长性 那它的相关供应链呢 如果台积电持续的扩产 它持续的把它的订单释放出来 它持续的给它供应链 吃香喝辣的时候 那这些公司 什么时候上来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吗 那以现在的价格来讲 它还是相对低估啊 所以我说我很看好台积电的大联盟啊 这些台积电的大联盟里面 包括了所谓的制程化学的部分 包括了设备股的部分 这些都很重要 它们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只是你现在看不到而已 但是等到你看到的时候 就很像广环科啊 跌停板的时候 叫你买你可能不敢买 但是等到涨停的时候 叫你去追 每一个人都很开心 每一个人都说好 但是真的追下去了 会是一件好的价位嘛 所以我说1773的圣衣啊 现在来到百元附近这个地方做摆档啊 但是这个底部如果完成了 现在就只差一件事情你知道吗 什么时候带量去做反攻 当我的量一旦出来了 我的扣底值慢慢的往下去 做扣底低值 我的均线会怎样 它要翻扬向上嘛 所以用时间去换空间 我的整理时间越长 未来的空间就会越大 因为当我这一段的整理时间越长 有没有 那我一旦进入到出身段 进入到主身段的行情 你都不知道它要涨到哪里去了 你都不知道它会起到大 所以不要被行情的那种一时半刻给影响到了 还有很多被低估的公司啊 比如像我说我之前跟大家谈的 现在Google亚马逊准备要切入这个智慧门锁的市场 有人在跟你讲这个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看不过嘛 他不知道嘛 他没有去搜集资讯嘛 所以呢 你等到这些个股 现在跌下来的你不去做布局的动作 你要等到它怎样 涨上去再说嘛 那你等到涨上去了 低点不就错过了吗 那你等到涨上去了 大家都在讲了 那说不定就是我们要做出货的时候啦 所以股票市场低买高卖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势时啊 能因有本无所拒 素因有根 你才不会动摇啊 还有这个东西也是哦 当我的净值毛利跟产品 产品开始出现一个改变的时候 未来要切入这个所谓的医疗市场 毛利开始大幅的提升 亏转赢 不就又是一个转机的题材吗 所以操作一定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要找到公司方法来去做切入 你才不会因为市场的震荡 感觉到每次都受市场的震荡所影响 仰镖股赚行 请买起掌 不要去做追掌的动作 找不到方向的 可信你败的 你带我走 我们挡座来打拼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一助大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直播02-2781-090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不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 甚至会盲目地跟担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现行图